你明天别来了 咋了 哥 是我哪儿做得不好吗 哥 不是 就是公司的 哥 我这才来一天 肯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你多体谅体谅我 你别赶我走啊 不是你的原因 不是我的原因 那咋了 公司倒闭了 嗯 倒闭了 呸呸呸 哥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没跟你开玩笑 公司真的倒闭了 你说说说东西赶紧走吧 哥 咱公司不开得好好的吗 咋还倒闭了 你咋还不走啊 我不都跟你说了 倒闭了 就是公司开不下去了 你听不懂吗 哥 是因为啥呀 我虽然才来咱公司一天 但也是公司的一员嘛 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 怎么一起面对 我现在看身边没有一个像好人的 咋了 哥 谁惹你了 公司有两个股东不干了 背着我去别的公司了 为啥呀 小人呗 还能为啥 当初我把他们当亲兄弟对待 把后背都交给他们 可是他们呢 因为一点阴头小力说走就走 只能说我当时看走眼了 哎呀 哥 我看到网上可多都说了 现在和伙的生意不好看 没良心的人可太多了 不过他们去哪儿都一样 别担心 哥 傻角去哪儿都一样啊 我的意思是他们去哪儿都干不成 人在做 天在看 他们人都做不好 更别说做事了 那肯定做不成呀 说得对 这话我也听 但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 哥 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你虽然平时凶了点 但你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善良有什么用啊 你把善良给别人 别人只会给你扔地上踩踩 你说善良的人是不是只会被欺骗 哥 你别太悲观了 好人肯定会有好报的 咱们做好自己就行 至于那些坏人 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电视剧里就是这样演的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行了 咱们收拾收拾东西赶紧走吧 虽然咱们认识时间不长 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 你会遇到更好的公司 更好的老板的 走吧 哥 我能跟着你吗